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妹讲 这一期视频我们来到了大阪市的中央区 来看一个潜筑公寓 公寓建成于2014年 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不错的 房子的右手边徒步8分钟 就可以到达我们最喜爱的商圈 新斋桥商圈 喜爱逛街的朋友要注意了 这套房源不可错过 下楼左手边徒步2分钟 就是最近的车站长谷桥车站 我们现在进到房子里一起来看一下 入口处进来之后呢 是一个丝丝方方的玄关 入口处正对着的是一个步入室的鞋柜收纳 这个房子呢 它是位于12楼的 是一个三居室面积啊 约71平方米 玄关进来之后呢 对着的是喜数区 右手边呢有一间卧室 那左手边呢 是另两间卧室 以及我们客厅的部分 那既然已经看到了喜数区 我们就从喜数区开始看起吧 老朋友一点也不陌生 三面镜后收纳的洗面台 身后呢就是洗衣机放置处了 由于房东呢刚刚搬出去不久 所以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啊 留在房间里 但不过这点呢 您不需要担心 如果日后将房子买下来的时候呢 房东会将物品清理赶紧再交房哦 我们先来看看位于右手边的第一间卧室 这间卧室呢 是与其他两间卧室 以及客厅完全分离的 所以它的隐私性啊 是最好的一间 而且呢面积也是最大的一间 有6.5体 但是美中部族呢 它的朝向呢 是北西向的 由于地理位置呢 是位于了寸土寸金的中央区 楼体啊都比较密集 所以西向的采光呢 被旁边的楼体所遮盖了 走吧 那我们再去看一看 面朝正南向的客厅 以及另两间卧室 它的采光是怎么样的呢 那卫生间呢 是位于整个格局的正中心 这一点啊 设计还是蛮合理的 还没有正式进入客厅 我就已经看见 这个耀眼的阳光了 那我们来先看看厨房的部分吧 厨房呢 采用的是纯白色的基调 2014年间的房子呢 还是蛮新的 所以设备啊 和现在的新建 一户建 以及公寓 都没有什么差别 依旧是带烤箱的煤气灶 也附带了洗碗机 还有满满的收纳 那再来强调一遍 我们的客餐厅呢 是面朝正南向的 客餐厅的整体面积呢 是15.1点 而且客餐厅的脚下呢 附带了两块大大的低暖 这样在冬天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取暖了 那这间房间 每月需缴纳的管理费呢 是11030日元 修膳费呢 是4270日元 合计一共是5300日元 那另两间卧室呢 是位于客厅的侧房 我们先来看一下 采光最好的一间 面朝南向的这间房间 它的面积呢 是5体 与客餐厅之间呢 采用推拉门 作为了隔断 那日常推开门呢 我们可以增加开阔感 最后一间卧室呢 位于正中间的部分 很遗憾的是啊 这间房间 没有为我们开一扇采光窗 它的面积呢 是5.1体 这间房间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电竞室 或者办公来用 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我们来阳台看一下吧 阳台呢 还是很宽敞的 而且我们的正前方呢 是一个双向的主干道 所以啊 我们不用担心 日后前面有楼建起来 而遮挡我们的采光 站在阳台的感受呢 我觉得采光啊 以及眺望感 都是很不错的 这个房子的售价呢 是5250万 它最近的车站呢 是长枯桥车站 徒步两分钟 新拆桥车站呢 徒步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啦 徒步两分钟就有便利点 徒步七分钟呢 就有大型的超市啦 生活在商业区呢 不仅繁华 生活也是很便利的 那这样的房子 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 记得联系我们哦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